这是我希望算出它的标准体重 标准体重先删掉好了 特别注意标准体重的公式 这个里面根据这个 比如说那个国家标准 标准体重的话算法 有一个什么BMI 那另外的话还有一个公式 就是身高的平方乘上 身高的平方乘上22 再除以1万 身高就是这个 170 然后他的体重应该多少 另外的话还有分成男女 如果是男生的话 就是把标准体重再乘上 110% 就是乘上1.1 也就是说他可以再稍微多一点点 那女生的话乘上 等于是105% 这样的话呢 才会是这个标准体重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分成几个阶段来看 第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今天 假如我不区分男女的话 那当然最快的方法就是 直接用公式嘛 那这个公式的话呢 直接 不过如果最后还要四十个五路到小数点的第一位好了 或第二位 那我怎么做呢 首先第一个 我们可以先在这边加一个等号 等于什么呢 它的身高 那平方的话 特别注意是shib加6 shib加6这个符号 平方 OK 然后呢 再乘上什么 乘上 乘就start 乘上22除以1万 OK 这样的话呢 按打勾之后 它就会算出它的标准体重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要取到 比如说我今天 取整数好了 那如果说我要取整数 而且是四十五路的话 这个地方我可以把这个公式先剪下来 在插入函数的时候 可以用那个所谓的那个 比如说四十五路的话 是run的函数 run的函数的话呢 基本应该是 我印象中应该是放在数学吧 数学里面的话有一个run的 run的函数 这一个 按确定之后 那假如说我要取到的是 整数 那就 到0 OK 当然你 从上面这个地方你想 减少小数点到第二位 看起来也是一样 不过这边没有真的四十五路 用run的之后才是真正的四十五路 因为它记录在 Excel里面的资料 才是真的四十五路 可是这个是格式上看出来 以为是没有小数点 但实际上它存在Excel里面 还有小数点 OK 这个观念要有 按确定 好 然后呢 把小数点拿掉好了 OK 好 然后往下填码 好 那可是第一个 第一个阶段是 没有小数 就是没有判断男女的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判断男女的话呢 再来怎么样呢 把这个公式可以剪下来 判断什么呢 判断男或女 那怎么判断男女呢 再来就是插入 再来什么 一样有不要放这边 把公式先剪下来好了 剪下来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说你要分阶段 有时候一次没办法做完 其实我建议你可以分好几个 比如第一次 第二个 再逻辑 再逻辑 没关系 你一直在很多个逻辑